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提出一个词叫地坝 地坝秩序 就是在某些地方 地方的恶霸 那么他又查一些历史资料 发现中国古以有之 一直就在清朝的时候 就在北京门头沟这边 明朝的时候嘉庆皇帝就有御旨 就是说西山叫西山眉窑 罪易藏奸 就是这种 但是他说这个都是从上而下 皇帝下令去查了办去查 最后还查到你知道那时候中国有些地方什么呢 就是登那个水车 也是从几百里地外骗人过来 然后你要敢逃跑 扎烂你的脚 一天让你睡觉都不睡觉 趴在那个水车房里 一直就这么踩水车 当时古代就有这种现象 但是他说呢 古代也就是个从上到下这么去查 你真正说依靠这个农民工个人 其实你说这维权 你说受欺负 那不得个人去争取 个人去告去要求赔偿吗 但是就像你说的 他怎么就剩下俩了呢 对的几十个受害者 只有两个人 如果猜测的话 如果猜测的话 他背后肯定是有交易的 有交易 就是说这种受害人 受到了威胁 或者拿到了一些好处 这个地方不愿意把这些 不愿意把这件事情闹大 所以就死了了 这叫摆平 摆平 所以说啊 就不是说咱中国人有本事 什么事都能摆平 这就说到你的这个观点 就朱老师这观点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说上咱们现在说反摊 前一阵说什么大县 让他们自己自己报嘛 听说河南好像还报了900多个 900多 那这就自己报我有问题吗 他的观点就是说呀 现在这很多贪官 这个在地方上形成这个利益共同体吗 不是就是很多这个交易啊 你到底怎么办 现在感觉好像是无解 一般咱们就说是制度的问题吗 我看他这个文章讲啊 其实党员干部 其实还得提一个信仰的问题 说你为什么那么容易受金钱诱惑呢 为什么个个找情妇呢 百分之百的包尔美呢 就说这个 他就是想起咱们当年 老共产党干部的时候 你甭管说他是不是有点极端 有点清教徒啊 他那个时候 他靠什么能抵御这些个诱惑 这方面您可以给我们讲讲 朱老师 那个就前几年云南省的省长李家庭 他是一个巨探被揭露 对李家庭 然后他的情妇也被揭露出来 他的情妇姓徐 他有一个字数 他就说他经常陪这个李家庭出去游玩 一起游玩的也都是一些领导干部 说这些领导干部都带着女人 但是大多数都不是自己的妻子 都是情妇 但是他说了一个 都叫爱人 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大家都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没错 也就是说这个在他们这种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边 已经形成了一种范围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伦理 也就是说更广义的说 是一种社会风气已经形成了 这也就 这已经超出制度的范围 我跟李家庭同感 我跟你说这种类似的场景 我都见过 还真是就是说 你说咱们现在的道德乱七八糟了 就是一些地方上的官员 真的你说咱们去开会 每个人都带着女人 司空见惯 但都不是自个儿老婆 不还有一个顺口流怎么说的 我忘了其中有两句什么 工资基本不用 老婆基本不碰 四项基本原则 这是工资基本不动 抽烟基本靠送 喝酒基本靠供 工资基本不用 老婆基本不动 这个前面三句都不奇怪 就是最后这一句是 现在才明白是这个意思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这个 预防腐败或者约束腐败 可以从这种制度安排的这个角度 去着手 也可以从这种 舆论监督的角度去着手 但我觉得 这两个部分 当然这两个角度 当然很重要 但是还不够 还需要有一个 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这种道德操守 从价值观念 从信仰体系这个角度 去着手 预防腐败 所以你觉得 官员现在这么大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道德 比普通人还要 就是说 如果分析起来 因为中国现在在搞市场经济 但是假如用市场的原则 去吞噬所有其他原则的话 比如说 政府应该是公正的原则 这个 家庭应该是亲情的原则 如果用市场的原则 去吞噬所有原则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 用权力去和金钱交换 用亲情去和金钱交换 用良心去和金钱交换 这就是我们 这个见到 我们社会有些不良现象 他们背后的这个 这个原理就是这样 照你这样的说法 市场的这个利益最大化 这个价值观是万恶之首 那这个东西不太有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的60年代 70年代的时候 我刚才举的例子 那个时候 中国的钱包回收率是很高的 可是社会比现在可怕多了 那是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涉及到对一个历史的评价 就是说对那个 对那个那段历史的评价 我不一定同意 徐老师的这个 这个这个看法 你觉得比现在好 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我们可以先 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我可以先 我们可以先不讨论这个 就是说一个 这个问题不讨论 我们中国的现在的 所有问题是没法解决的 我现在就是讲 就是接着 接着刚才那个市场经济的讲 我觉得徐老师 稍微有一点 可能有一点误解 我没有说市场原则 是万恶之首 我是说市场原则 侵吞了家庭的 侵吞了政府的 侵吞了 那么在芬兰 你刚才讲新西兰 挪威 它也都是市场原则 而且市场原则是最重要的 没错 他们为什么社会 能够这么和谐运作呢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原来就是 就是陈云 他提出一个概念 叫鸟笼经济 他是说把这种市场 放在一个鸟笼里边 他这是一个比喻 对 鸟笼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共产主义信仰 对 他当时的 他当时这个就是 界定是 是是比较倾向于 你这种说法的 但是我认为在 在北欧国家 在甚至在欧洲 那些比较比较成熟的国家 他的市场 恰恰是放在鸟笼里边 比如说 市场的原则 在那些国家 他是由其他 其他原则来平衡的 就是说他绝对不消灭市场原则 市场原则 在放在市场里边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不能代替 所有其他原则 对 比如说 这我同意 西方有教会 但是他还是最重要的 他还是主主导的 其他的东西是制约他的 对不对 对 是制约的 但是制约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这个主导的官员系统 他这个政党 他的原意的宗旨 是消灭市场化的 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 消灭私有制的 而目前这个市场化 跟他这个原来的信仰构成了个最基本的冲突 是 还是不太一样 我们做一个比较 什么叫共产主义 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对不对 你要知道 共产党他有他的最高纲领 有他的最低纲领 就是他要分阶段 分步骤的 在目前这个阶段 在目前这个步骤下 他是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按照建国初的时候 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一个混合型经济 就是有公有制 也有私有制 你都知道你的社论你都学了 那么就说跟共产主义在根本意义上是不矛盾的 他是因为他是分阶段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我想他提到的问题 比如说像当年 比如说文革乃至于说延安整风 有他的问题 我跟你说也挺惨的 但是呢 要不是说社会在逐渐摇摆中往前发展吗 你现在也得看看 就是说就像他说的 比如说你好比小布什 他信上帝 对吧 他有一个 他还是有他的一个信仰 包括说信国家 你像日本人 信企业 我这个企业里的每一个员工 我有一个 这个好像企业文化 还是伦理之类的东西 但是你比如说咱说的地方上的贪官 这种贪腐集团呢 利益勾结化之后啊 他提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信什么呢 咱不说是那些贪腐集团 他就说一般的干部 就说他现在是带着女朋友出来的这些干部 你觉得他应该信什么呢 你看我这列了一个表号 共产主义 他信不信 共产党的最终的使命 他信不信 那就是还是共产主义啊 家庭亲人的价值观 他信不信 对这打折扣了 打折扣了 朋友的义气他信不信 这个坚持吧 很多人信 很多人信 对不对 好 佛信不信 那都是 上帝信不信 他是贿赂佛 你知道吗 跟佛烧香捐钱 为了当官生大官 为了挣更多的钱 道信不信 儒家的使命信不信 就说我们把所有值得信的东西列个表 看看现在能信什么 艺术文学的永恒信 他信不信 所以啊 鬼神信不信 对 你说 养生之道信不信 所以啊 你得给他选择 他朱老师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呢 目前还真是找不出答案 我们这个传统讲 就是说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就是说这个财富 或者说市场金钱等等 古人是 就是中国古人是承认的 但他同时有一个原则在平衡的 就是说你要有道 你必须是用这个道 来平衡这个财富 在中国至少存在了三种 曾经存在三种道 一种是中国古典传统 就是以儒家为主的那一套文化 那一套观念 还有一种就是革命传统 从这个五四以后 一直到七八十年代 一直延续 还有一种就是八十年代 开始成为主流的那种启蒙主义传统 就是说如果说道的话 那么中国曾经存在这样三种道 从古代到现代到当代 那么这三种道 实际上在九十年代以后都解体了 都不起作用 九十年代是在一个传统的废墟上 在道的废墟上开始的市场经济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一方面是道传统瓦解 另外一方面是财富急剧增长 在这种夹缝当中 在这种境况当中 就是掌握财富 掌握权力的这些政治精英集团 面对那种巨大的物质利益的诱惑 比如说巨额的财富 金钱美色 一个人他凭什么能够抵御他 凭什么能够平衡这种这种影响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反正我现在觉得就是全靠说这套制约机制 什么的这个监督机制 也不能够奏权功 不过我认为权力制约机制是最重要的 道德的信仰是是是是辅助的 如果你把道德信仰放在第一位的话 那就是回到六十年代 但是需不去 这个人比如说做一个官员 他不需要有他的一个信念吗 当然有信念啊 但是我们不能靠他的信念 我们得靠制约他 我们不能相信他内圣外王 我们得相信权力使人腐化 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 我宁可相信霍布斯 我不相信孟子在这个问题 好像朱老师就是不同的观点 我不太同意 我觉得是是两两个问题 就在道德上我们 你认为以德治国有用 不 你听我说 就是说在道德上 我们要求他做君子 但在制度安排上 我们把它假定为小人 从制度监督上讲 是管小人 是是 就是说我假定你 你可能是要做小 你可能是个小人 所以我用制度来监督你 但在道德上 我一定要求你你做君子 就说道德的要求 跟制度的要求 他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道德的要求如何实施呢 如何奏效呢 比方那个支部书记 现在犯了这么大的事情吧 儿子开了这么矿 犯了这么大的罪嘛 我们就去掉他的一层道德的衣服 就把他的党籍开除了 在制度上没有任何的惩罚 看见了没有 我们在我们在道德上 把他当小人了 把他脱脚开除他党籍了 但是在制度上 你看现在有没有对他有任何的 这个 但是这个是违法的 这实际上是违法 就是说无论是从这种行政的角度 还是从法律的角度 其实本来都是 你说谁违法 是这个书记违法 还是对他的惩罚措施违法 当然书记是违法 他至少是独职吧 但是目前只是 对 这是执法的问题 这是执法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道德的 这个一层外衣 变成了法律的一层外壳 对 现在就是用道德的这种 这种谴责代替了这种 这种制度的制裁 对 是吧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对 但是就不意味着 不在道德上应该要求他 但是这个要求啊 他我觉得他是提出问题 可是怎么办 是这样 徐老师 我认为 你认为六千多万党员 都是比一般的老百姓 好一点的人 是不是这样说 应该是这样 应该要求你这样说 这当然是一个政治精英集团了 从理论上讲 应该这样要求 什么理论 从逻辑上讲 从逻辑上讲 可是你知道现在全国的排 这个贪腐的名单 你去排排看 全国有钱人的名单 你去排排看 是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他们 就是恰巧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 他才会有 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机会去贪腐 我是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 他的对他的能力的要求和 是和普通人不一样 比如说他的思想能力 他的组织能力 那么在道德上是一样的 一个普通人的道德 对于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来说 分量是不足的 因为一个位高权重的人 他要支配的财富 这个牵涉到对人性的一个基本理解 我们的分歧在这里 在我看来 再高的人跟最普通人 他的道德是一样的 他的人性的标准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 你就你的不应该一样 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 这个就是找所谓理 怎么说 行不上大夫 理不下苏人 大夫呢 用理来约束 老百姓呢 才给你行 这不是我的观点 他倒不是这个意思 他倒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行也要上 这个这个 法律面前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平等 而且甚至制裁的应该更 力度要更大 因为社会给你这样的荣誉 给你这样的社会地位 你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你的道德的要求 是应该更高一些的 这个我估计在美国也是这样吧 通常一般美国人是不是觉得 你总统总是一 你总不能说是个坏人 这是选民的美好心愿 这是政治家的手腕 但是大理论家早就把人性的这些基本问题看透了 你要去问洛克 问霍布斯 问马克思 问卢梭 他们才不会假定你当官的道德会比老百姓好 不是假定 就是说好像这个问题 要求 要求 对 就是应该这样要求你 不管你 你是 你内心究竟是什么 但你必须给我这样做出来 那是从职业道德的方向去规范 就是 就是说你做了这个官了 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是职业道德 这不牵涉到你个人的伦理道德的问题 这个职业道德跟一般道德没有关系吗 当然是有关系的 但是是两回事 对 有一句话 芬兰的那个总检察长他说过 他说公民的道德自律是预防腐败最有效的手段 应该说这是 这是公民的道德 你看他没有只提官员的 共产党员的公民道德 但是 官员的道德应该是在公民的基础之上 就是所谓表率作用 那都是骗骗人的 徐老师太悲观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加在你们俩观点当中 我就感觉也是两难 或者说难以两全 或者说应该两全 为什么呢 你们有句话叫法不择重 其实现在 你要了解内情的人就知道 这个地方上的这种贪官 比如说官官相护 官官相连 你怎么办 就是说他有的时候是大面积的重灾区 为什么到后来一出一个案子 就说某个地方窝案 窝案呢 在这种情况下 好像也会让我们感觉到 你也得要求一下他们这个人格吧 你要说你 你比如说咱完全没有任何教育 一个个人都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规避法律的缝隙 所以如果 比如说如果一大片人都这么干 你说法律管得过来吗 是不是有这么个问题 在美国的情况呢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观察 他们基本上人生活是靠三个东西维系的 第一个呢 就是刚才讲金钱 每个人 这个美国最典型的 那个社会彻裸裸的 有一个电影里面一句话 show me the money 对不对 就是给我看钱 这个是全社会流行的一句话 可是他除了这个以外 他另外有两个东西管着这个钱 一个就是教会 就是往上 这个六百万牧师 整天 一亿多人 每个星期要去教会 他所有 他我虽然要赚钱 但是我拿来要做好事 要家庭啊 我要对上帝啊 所有这些我们讲的 礼仪廉耻的东西 他都在教会里得到教育 越穷的人越去 还有一个就是警察 就是你还有告诉你 你有很多事情你不能做 虽然你想要钱 可你敢抢银行吗 你敢去偷吗 对不对 你敢去骗吗 你敢逃税吗 下面一个惩罚机制 我当时把美国这个东西 一跟中国比呢 我就发现 中国的教会跟警察 这两个机构啊 是合一的 明白了没有 中国这两个就是教育跟惩罚 都是谁管的 都是一个机构管的 而这个机构 现在他要同时面对 他就要面对金钱 这个最大的 我们讲的这个恶魔 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 而这个又是建筑于 按照我们现在的界定 这建筑于正常人性的 那怎么来制约这个问题 其实刚才徐老师讲这个 就是在上有一个信仰 在下有一个法律 而这一上一下 就把这个市场 就把这个欲望 把金钱的这个原则 把它放在鸟笼里了 这就是我刚才说 那鸟笼经济 在西方成熟国家的 它的一个含义 其实我刚才强调的也是 就是说在上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信仰 在下要有一个制度 要把这个 就是说金钱的这种欲望 给匡泛住 跟区别就是 它那个是两个东西 咱这个是一起做的 咱这一个人又要做牧师 又要做警察 这个你说他的道德考验 要有多大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这是中国的一个国情 就中国的政治精英集团 从来是一身而任的 就是他是士大夫 他是读书人 他代表信仰 他又要找一个绍兴师爷 来帮他打棍子 就是说他是继承孔孟的 那个道统的 同时他又 他又是官员 他是这个代表制度 代表皇权 所以在中国历来 是一生两年 我觉得这是一个国情 我们不可能在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把这个 但我觉得做应该慢慢改变 虽然我以这个传统自豪 但是我觉得 以色 优优独自豪